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然后每件搭配出两到三个不同风格的穿搭 然后搭配用到的这些衣服呢 也是我近期新购入的 所以也算是一个小型的够分享吧 OK 那就让我们开始今天的分享吧 第一件呢想和大家分享的就是 我正在穿着的这件黄色的free people的棉衣 那这件棉衣看上去呢就是这种普通通的 但实际上呢它真的非常百搭 首先它的版型呢是这种阔型的 就很宽松 然后它前短后长 后面呢可以盖着屁股 前面又比较短 所以对身材呢有一定的修饰作用 然后它非常的轻 面料呢有种这种丝绒的这种感觉 我用这件棉衣做了四组穿搭 第一身穿搭呢就比较成熟干练一期 里面我穿了一件同色系的偏棕色的毛衣打底 鞋合包包也是选了和土黄色比较贴近的这种短棕色 然后整体一身看起来呢就很简单 颜色搭配又很舒服 第二身呢比较偏日式休闲一些 然后里面我给它搭配了一件黑色的帽衫 以及黑色的长款运动裤 这种衣服是我今年在家最爱穿的 所以平时出门的话就直接套上这件小棉衣就可以了 整体看起来就比较休闲随意一点 然后里面呢我穿了一件白色的打底 为了露出一个白边去分为腰线 主理搭配的就比威的包包 然后这个包包呢也是我最近新入的 因为它的大小比较适合我的身高 然后呢它虽然看起来很小巧 其实是放这种iPhone Plus是彻彻有余的 放进去之后很大的空间可以放其他的东西 这个包身呢整体都是用这种比较细的皮编制而成的 包唯一的装饰就是在手柄上有一个打结的设计 很简单就抓起来它还是会保持这个造型在手里 这身呢我还给它搭配了一个帽子 最近我也是找了很多这种预复帽 然后最后锁定了Lake of Color的这顶帽子 主要我觉得它的帽型特别好 它的这个颅顶的高度比较合适 然后它这个帽颜的宽窄也比较适合我 我觉得戴上还算是比较显年少的这种帽子 然后它的价格呢我觉得也是比较合适的 下面一组穿搭呢就是里面穿了一件米黄色的毛衣 这件毛衣呢是淡淡的奶黄色 特别的温柔 而且也很厚实 然后它前面是有一个拉链的 所以它也可以当做就是这种开衫来穿 领子呢也是这种很大的 但是它的面料穿起来会稍微有点渣 鞋和裤子呢我就想让它变得更加利落一些 穿了一双最近我很喜欢的这个厚底鞋 穿上特别的点阁 而且线腿很长 接下来的一身也是比较日系风格的穿搭 黑白条纹的海浑衫 加上下身是跨号型的深蓝色牛带裤 这条裤子呢比较宽大 所以有点压身高 我换了一双高跟的靴子 去改变一下身材比例 包包皮带和鞋的颜色 换成几乎一样的棕色 这样呢更加有整体感 那这四身呢大家可以 在弹幕或者评论区告诉我 你最喜欢奶舌穿搭 接下来想和大家分享一件这种皮质小外套 然后它的皮呢是这种仿皮的 然后这件外套我觉得还挺酷的 有点像那种飞行员的外套 那它里面呢是这种毛帽状的 非常的暖和 它其实也是这种两面穿的 这个毛帽也可以放在外面穿 但是我个人呢还是比较喜欢 这个面朝外 这里面的毛帽呢也是不掉毛的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穿 我选的号码呢就是S到M这个阶段的 我穿就正合适 然后它的袖口呢也是这种可以玩起来的 我觉得露一个毛毛边还挺好看的 第一套穿搭呢我里面就给它搭配了一件灰色的毛衣 这件毛衣呢也是Free People的 毛衣比较好看呢是它肩膀这个地方 一个落尖的一个小花边 我也看起来比较酷一些 而且毛衣也是短款的 也是比较显身材的 下身呢穿了一条白色的比较简身的裤子 然后再穿上一双ZARA的鱼子 这一身看起来是比较清爽的 我觉得更适合早春来穿 第二身呢我里面穿了一件高领的白毛衣 再加上一条蓝色的牛仔裤 反正穿的是契尔西靴 这一身呢其实我是模仿刘文的机场穿搭 当时看他穿这一身呢就一秒钟草 鞋呢我也找了一双比较接近刘文的那双鞋 那第三身呢我给他里面穿了一件黑色的打底 也可以穿帽衫 再加上这个碳灰色的裤子和切尔西靴 然后戴了一顶这种小皮帽 也是今年我非常喜欢的这种花盆底的帽子 帽子呢也会给这一身增加一些帅气的元素 最后呢想和大家分享的是这件大衣 是我最近收到最喜欢的一件大衣了 颜色非常的特别 是这种很高级的雾霾蓝 然后其次呢他的面料选择又非常的好 是含有90%的羊毛再加10%的羊绒 质感和光泽度就非常的高 我自己特别喜欢 那他的版型也是设计的这种简简单单的这种版型 其实他有一个帽子加围巾 但是我觉得穿上戴的时候有点多余 我自己觉得直接穿这件大衣就已经很好看了 然后他里面这个面呢又是灰色的 袖口呢如果觉得想多一点点颜色 还可以稍微板出来一个灰边 我觉得挺好看的 他呢搭配了两套穿搭 那第一套穿搭呢就里面搭配了一件 和他底色一样的一种灰色高领大毛衣 然后下面穿一条白色的裤子 就整体看起来很简单很简约 又比较温柔的那种配色 那第二身呢里面就给他搭配了一个 比较简单的一身白 带了一条灰色的皮带 然后分割一下腰线 这一个棕色的薄 蓝色其实和黄色是对比色 但是暖棕色可能会对比度稍微的降下来一些 OK以上就是今天视频的全部内容啊 希望呢今天的视频还能给大家带来一些新的搭配的灵感 今天搭配的这些衣服呢 大家也没必要非要跟我买一样的 也可以同款式啊或者是相同的颜色 做一个借鉴 不知道大家最喜欢哪身穿搭 你可以在下方给我留言 也可以打在公屏上告诉我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次视频再见咯 拜拜